我要做歌手 我示範一次 給我一碰 大家好 我是每日罷言Desmond 我可不可以做歌手 可以 誰說不可以 It's perfect 你應該可以出道 我們今天很高興攜選了Hanjin 陳苑仁先生和我做了訪問 再次感謝Hanjin上來 我知道Hanjin本身 其實是第一個出華語音樂NFT的音樂人 我不知道你當初是怎樣開始接觸到Crypto和NFT 當初是甚麼都不懂的 然後想去玩Clubhouse 應該是二月尾三月頭 然後三月尾就進入了一間房間 平時不懂的話題一定會離開 但是不知道為甚麼被人拉上台 排了一個菊花 發現自己夾著在兩個大明星 一個叫MC Hammer 一個叫Tiffany Hallridge的中間位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不走了 終於蹲了八至十個小時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離開 我以為他們是講音樂的新技術或甚麼 但誰知道是在講NFT 但我聽完之後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聽完那個概念 雖然不懂Blockchain 但是覺得這件事可以幫到音樂 因為音樂是很差很差 音樂人是賺不到錢 很久很久沒有人解決到這個問題 這個可能就是那個出路 然後就開始研究 剛才說過你出了這麼多個NFT 在不同的Blockchain上面 你會不會覺得在ETH上出會好些 但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面出會有甚麼不同 即是玩NFT 當時一年前是在說 Eath & Aupt Chain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說了 剛才你問Eath好些 Binance好些 現在不是這樣問 現在是你想 你的project 對於甚麼群組 因為基本上 所有chain的Native 他們已經明白 以及接受了NFT 即是你可以偏門到 我要在ADA CNFT那裏 出一個簡單的系列 即是一個NFT 不排除的 不排除你會成功的 可以說一下 其實現在你做音樂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為甚麼大家的音樂人 其實都賺不到錢 音樂人賺不到錢 是二十幾年前開始的一件事 慢慢漸漸發生的 不是一個突然間發生的事 所以沒有甚麼人 特別有事可以complaint到 然後第二個問題 關鍵 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覺得 即是大眾 問題就是技術的變 就好像 Cassette帶轉CD的時候 音樂有大爆發 因為簡單來說 一個Cassette帶轉CD 價位不同了 即是整個行業可以賺到的收入 是高了 幾倍的 CD失敗了 接著 網絡出現了 接著 Streaming 就搞定了 Piracy 但是 Streaming 就令到 你不需要付錢 你都可以聽音樂 你只需要聽廣告 那 接著 Streaming 有其他Social平台 其他 Streaming 平台 搞到大家 大眾當然是 真的已經相信 音樂是免費的 那 我就覺得NFT 可以幫到一些 依然在做音樂的人 教導租 還有 新入行的人 可以捱到 頭過幾年 音樂人 怎樣都要捱七八年的 你要proof到自己 別人才會請你 而不是呢 你可以進去 打著工作 去OJT 音樂就是這一點 所以NFT 可以幫到解決這一點 明白明白 我看以前 我都會買CD聽 但現在其實大家 可能都是上網聽 或者 看YouTube 聽YouTube的音樂 那其實 你會覺得整個 NFT 就是我們怎樣 可以從Web 2 變成Web 3 就是人們怎樣 鼓勵到人們 去買NFT 或者他們去支持這些音樂人 最終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我有幾個大 idea 主要的大 idea 就是 會開始 多些音樂人 放棄Web 2 streaming 然後開始 超級 decentralized 音樂的 尤其是新音樂的發行 演唱會 也都應該會影響到的 主要的 opportunity 是 那個 音樂 和二十幾年前 大幅 已經不是一個實體 產品了 它完全是一個 digital asset 就好像Digital Art 或者Graphics 那樣 其實音樂是更恐怖 它完全是一個 digital asset 你已經不會說 那 交舊實體給你 這個你拿去聽 所以音樂 需要一個新的模式 去經營它 去鼓勵它 我覺得 長路是這樣 我不知道其實 現在你會覺得 那些人會不會很習慣用這個音樂 NFT的形式去聽那些歌 還是他們 其實整個市場 現在是否會認手這件事呢 還是他們未必那麼習慣 整個聽音樂的模式呢 NFT世界入面 兩款項目是最吃香的 一就是PFP 二就是DeFi related projects 所以是PFD Cloud DeFi related 對 所有的P2E M2E 全部都是DeFi related 你拿走那個DeFi的元素 就是Wallet 啊 幣啊 Token Gamification 這些概念 一拿走 那件事就會 不在那裡了 所以 它一定要 建基於PFP DeFi 這兩個大元素 它才有機會 承受 找到那個 Market Active Market 講到尾 Crypto 現在還很早 所以Crypto 我夢想的成份 遠遠 比不起 我們都要賺錢 這個概念 最重要就是 升 還有一些資本去支持 其實 4AR 即是Ape 或者其實是 Asuki 其實它都背後 沒有什麼 play to earn 或者move to earn的元素 但它依然是做得很成功 而你其實會不會覺得 音樂NFT都會不會有 這麼成功的例子呢 除了 會好像PFP 有一個很厲害的 好像Ape 這樣爆出來 現在 回頭 它說 Ape很成功 你要同時記住 Ape的成功 是建立在很多 公司的失敗 上高 那Ape的成功 主要是因為 市場認可了 這個 找到 consensus 這個就是下一個punk了 這個是便宜過punk 我買得進 punk 我已經買不進了 然後 就變成一個更加大的事情 建設性高一點 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 是 我希望音樂 會有一個領域 走出來 是 很空洞的 不要說Azuki 以及 Board Aids 其實 之前有些領域 在Eath的領域 是叫做 失敗的 但是 對我來說 這些 一般的領域 如果音樂有一個領域 是可以 敢有承受性 和這樣空洞 不斷不斷變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即是有 社會建立的話 Active Community Building 我覺得已經夠了 但是你怎麼看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出NFT 可能就可以 賺大錢 這樣想 很多人可能覺得 隨便出的NFT 就可以很賺錢 NFT的世界 好似Blockchain的世界 Blockchain的世界 好似正常的世界 就是 每一個大新聞頭條 說 ABC賺到很多錢 下面有很多死事 的確 所以 千萬不要給自己機會 誤會 覺得 某某項目可以賺大錢 我覺得 跟著Alpha 如果是為了學習的話 非常好 如果是做的話 一個人在一個閒事 即是你當 如果你很勤力的話 你當一個QI出一個project 已經是很… 很厲害 已經很快 肯定 一年出一個project 已經很不錯 我覺得已經夠了 我們剛才提過 很多關於音樂NFT的事情 其實會不會怕會有些 板權或者板水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風險 會不會它本身 為何這麼值得去做呢 板權的風險 完全存在 因為沒有先例的地方 是不適合管制 為何不適合管制 因為沒有一個大家認可的系統 政府和監管機構 其實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或者不知道應該怎樣監管去 對 不知道怎樣監管 但是呢 Dcentralized的中心 就是 你沒想到我 對 最重要就是 沒想到 那如果你現在 就是說 OK 音樂NFT 很好啊 但是沒得監管 你是不是自己在掌握自己的嘴呢 那 因為沒得監管 因為 它就變成一個灰色地帶 那我覺得大家就 你要用一個新的角度去想想 將來會 可以是怎樣 或者現在可以 試些什麼 先 其實現在講 在NFT 音樂世界講 論板權呢 絕對是指上 譚丁還有 有一種掛人優天的動作 其實都不用想那麼多 直接做了再說 其實 市場都沒生出來 你都沒知道 它的最終形式是什麼 那其實 題外話問一下 其實現在 事當真都出了NFT 那你覺得它好像Mirror 那樣 它現在在香港禁行那麼多廣告 那你覺得 它們又適不適合出NFT呢 一定適合 誰人都適合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NFT 這已經是我要明想 那你有沒有買 市場個產if 也就是說 公共主義 我覺得 那也有些事 很多人沒有それは想過 其實市場的 化碳並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 社群的化碳也不容易 Mirror 可以て有 很多叙 Idi帳 秒像Desmond 有很多倍 這個真的一定 看起來好像 但是當你還在說我出的一個NFT Desmond有三萬多天 全部都是拿網絡的 MIRROR可能只有一萬人是拿網絡的 在這一刻Desmond和MIRROR出NFT 分分了Desmond的NFT成功機會是高很多的 好多謝你這麼看得起我 因為這個是community的概念 以及crypto nativeness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過去一年我經常見到的 很多projects just don't work 表面上是一定應該活動 但是just don't work 有些project是應該不會活動的 嘩好爆我 因為在下面因為miss了 沒有看到其實它在crypto native的community 是很強的 未必需要很大的 Bored Ape's main collection都是只有一萬件 一萬件有多少個wallet拿呢 五千而已 所有projects都不能開始大 沒有人可以開始大 除了音樂NFT 其實我知道你之前都很熱衷了這個健身 你會不會覺得最近Stephan 即這些move to earn你又會怎樣看呢 Stephan是一個驚喜的想法 野心超級大 是的 一些大學生其實沒有玩coin 但他也會有玩Stephan 真的很誇張 我看到Stephan最厲害就是 他做了time gating 我們打開機的朋友就會明白 time gating是最痛苦的一種game 你每一天只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收到限制你收到的利益 意思就是你要daily grind 這種game implication是很聰明的 但是相反地說 這種game implication是很frustrating的 都真的 是的 你每日始終都可以玩到幾步 就是拿到那些小小token 我們今天都已經說了很多 我們可能今天就去到這裡 今天都很開心請到Henri 想來和我們分享很多關於你們本身 音樂方面NFT的經驗和你的心得 也都分享了音樂NFT對未來的一些看法 希望之後有機會都可以請你和我們 聊多些有關不同crypto的 topic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move to earn 我們再次感謝你今天上來我們做的訪問 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大家好我是每日賓言德斯文 無論Youtube、網頁IG還是TG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多謝你們支持 好,多謝你們支持 首先,甩到媽媽都這麼帥 接著,Desper很狼狽 意思就是,你可以全部贏,但對Desmond應該比較難 對Desmond應該比較難 對Desmond應該比較難 但奪上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奪到盡是一種很鮮明的性格 Desmond可以考慮奪到爆 如果奪到爆的話,那條鏈不夠粗 一旦你喜歡Atom,就擺個Atom上歌 Atom,然後再加一條鏈 $20 那就全中了 這些東西是好的 Rap內容是非常棒的 他講述自己的身性 他可不可以做歌手 可以,誰說不可以 唱得難聽過他的人 MV差過他的人 都不斷扔上網,都是在播當歌手 他更加有資格 他絕對有資格 It's perfect 你應該可以出道 看到最後,別忘了 別忘了,like,comment,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